我毕业之后就直接从老家去了上海 去了就懵了 跟人家在上海上过大学的不一样 人家多少有个缓冲 我这缓都没缓直接就冲了 冲得鼻青脸肿的 去的第一年人家一个月给我八千 我说我的妈呀 人家说但是房租要五千 我说我的妈呀 我说怎么着你们这儿的钱 他就这么随便给 然后就随便花呀 怎么着你们这儿的钱 他不要钱吗 我一个月挣八千 房租五千 那等于一个月就是三千呗 你猜怎么着 我在老家也是一个月三千 你这儿跟回家一模一样 都说大城市排外 我看没有啊 这明明丁制如归呀 我就想啊 那我能不能就在上海赚钱 然后回老家花呢 一查来回机票三千 我说你这是啥情况啊 我在你这儿赚的钱 不在你这儿